巴西里约热内卢 2020年3月26日居家隔离第五天 确诊病例2554人 死亡57人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 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面前 表现的一直都是不合时宜的 他批评媒体制造恐怖氛围 批评州长防疫措施过严 批评学校年轻人不易被感染 为什么要提课 巴西多位议员对总统的言辞非常不满 表示国家需要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 ! G myślę, g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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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